今天原本邀請了江振銘的太太 一起出席希望能夠匡證視聽 但是臨時江太太呢 因為即將臨盆生產 所以沒有辦法前來 那我們希望今天的記者會 我認識那個女生 因為我們住在同一個社區 之前記者問我認不認識她 她 我說我不認識是因為 她 她看到我搞外遇 我很怕被發現 所以我才 我才跟大家說我什麼都不知道 真的很對不起 這段時間 我過得很不好 我相信球團還有教練都知道 我得了投手失憶症 對不起 這個 證明應該是承受巨大的壓力 所以她人不舒服 我們今天記者會是不是 你們不是都知道了嗎 你們不是都知道了嗎 我得了投手失憶症 你們還想要騙大家嗎 對你們而言 要找一個 要找一個投手很簡單啊 花錢 就有了嘛 但我呢 我從小到大 我覺得最有自信 我最驕傲的事情 我最驕傲的事情 一瞬間全部都沒有了 我怎麼辦 我什麼都沒有了啊 我過得很不好 不知道該怎麼面對 我承認我做了不好的事情 我對不起我的老婆 我辜負了大家 我辜負所有支持我的人 我辜負我媽 我辜負我媽 我對不起我的太太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面對這一切 但是 我想說我真的不是壞人 我也沒有強姦那個女孩 我很努力地想要面對這一切 但是 我不知道怎麼辦 對不起 我真的很對不起 你知不知道該做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想要再說謊 我不是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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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說謊